- 疫情時代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可以規劃的 可是新的挑戰好像也有新的嘗試跟新的獲得 我覺得作為一個音樂團體當然直播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線上的音樂會很重要 可是我們也可以想想看 現在已經是4G要踏入5G的一個時代了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技術 台灣有非常先進的技術 比如說多視角的攝影或者是異地的共演 因為像之前轉播 我們的錄影機都是在旁邊 頂多就是左右前後滑動一下 但是它不會進入到我們的演出範圍 不然會遮到後面的視線 但是線上音樂會呢 它就會出現像我在那個戲劇節目的花絮裡面 才會看到的有那個機器手背裝那個攝影機 然後轉來轉去 還有那根長長的麥克風收音 對 我都那個時候才第一次看到 除了這個技術上面的節目的安排以外 還有很多後面的可能性 比如說經費 對 因為我們就會要一整個攝影的團隊 然後它還包括要剪輯 要錄製 所以如果是現場Live的直播 還包括場域本身的這個網速 能夠快可以支持這個大量的影像的傳輸 會不會有delay的情況 那更不要說曲目的選擇 因為我們有公播權等等的問題 所以你在現場你可以算出你有兩千個觀眾 然後你可以從票根來算 可是當它現在一個線上是付費或是不付費等等的 對於本來的曲目的版權來講 其實非常複雜 都有不一樣的計算的機制跟模式 而且這個機制跟模式也是可以談的 就是說你也可以把你的需求 跟你預期達到目的來談談看看 可不可以有一個在版權上面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可能性 有一次我演出完它 我媽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的臉好蒼白喔 你怎麼不化妝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以為我的皮膚還不錯 可以就這樣 cover過去 所以我從那時候就有慢慢地化一點妝 但是畢竟我 不會化妝 我也不曉得說 其實從底妝啊 開始到眼影什麼的都是很大的學問 當你要想你在 家裡的電腦或是電視前面的時候 你希望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那它是直播還是錄播 因為錄播還可以有後面的後製 也許它可以有一些後面的解說 怎麼樣才能夠有一個高潮碟起 因為我們平常在做programming的時候 大家習慣的可能是一個續曲 然後再一個協奏曲 然後有一個break 中場休息 再一個下半場 可能四五十分鐘的交行曲 那這樣的一個節目的流動的一個慣性 其實在線上的音樂會它就必須打破 對於音樂的臨場感 還有那個空間感 指揮跟團員間的呼吸音樂的律動 還有音樂在音樂廳裡面的折射 這些都是台灣音響沒有辦法取代的 因為科技我們都不會 所以我們就手把手的跟很多不同類型的團體 一起學習 然後也一起碰撞 那我也期待說以後聽音樂會 當然進觀眾席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選擇 可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可能性 我覺得應該是多種可能性並存 然後讓這個生活的體驗是更加豐富的 突破解一下 mutual rewards 可能就會AgYa нос節 結束